第五个问题 经论研讨班 是否应先从了凡私讯 太上感应篇开始讨论之后 再研讨无量寿经 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 应光大四 为我们现前众生 做出的顺序 在现前社会 四中同修 最重要的是身心因果 我们在佛法里 才能得到真正利益 如果对于因果这个问题 半信半信 无论修学什么法门 只是种善根而已 现前很难得利益 现前要得利益 一定要身心因果 断无修设 不能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 我们这一生 该怎么堕落 还怎么堕落 这是四世真相 念佛也不能往生 不是每一个人念佛就往生 没那么容易 李宾老 过去常讲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往生 只有两三个 所以念佛往生 一定要具足 经里面所说的那些条件 而基本的条件 是今夜三浮 这就晓得 为什么叫你念了盘思讯 为什么叫你念感应篇 今夜三浮 我们修净土的人 对这一桩事情 实在讲 忽略了 所以念佛 一生念佛 还是继续搞轮回 印竹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明白 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 不要空过 得真实的利益 这为我们实现 教导我们 用了凡思讯 用感应篇 用安四全书 来落实 今夜三浮 这三样东西 所讲 可以说 就是今夜三浮 摄一句地详细注解 我们懂了 能认真去做到了 基础就垫垫了 这三世做佛 敬业真因 诸位要晓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去做佛去了 做佛的敬真因 这个三条十一句 如果我们没有认真修行 没有真正落实 那怎么能成就 这一定要懂 我能够做佛的关系 我能够做佛的关系 我会答到你 在这一批 还没有 珍重感